主料,高筋粉300克,糖35克,鸡蛋30克,奶粉10克,黄油24克,主料,蛋液,黄油32克,糖粉,酵母2克,水150克,盐2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准备高筋粉,糖粉,鸡蛋,黄油,酵母,盐备用,将300克高筋粉,35克糖, 2克盐,30克鸡蛋,10克奶粉,2克酵母,150克水,24克黄油,用后油反揉至货胆阶段,盖盖儿,放温暖处醒发至两倍大,排气后分割成相等的八分,去一份烂点后感成长蛇状,从一边卷起成橄榄形,两端要捏紧,把整形后的面包梯子排入烤盘,放温暖处再次醒发至两倍大,用力道在面包顶端 花生热一厘米的墙口子,在口子里挤入软黄油,面团表面刷白叶,再在表面撒糖粉,喜欢甜的可多棒些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上下火,中层,170度,烤15分钟,烹饪技巧,1,两次的醒发很重要,2,糖两个酌形整解,3,烤制时间,请根据自家烤箱情况做适当调整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